超級千絲最惡感最強的法式吐司來囉 將兩顆母雞剛下的蛋打入碗中 再加入180ml的新鮮牛奶 撒上8克的糖粉 將它們全部攪拌均勻 呈現淘洗的蛋黃色 這樣吐司的果醬就完成囉 再取兩片吐司沾果均勻 也可以使用厚片哦 從冰箱拿出上次做甜點用剩的奶油 把吐司兩面煎到呈現金黃色 就可以肆無忌憚的撒上滿滿的起司囉 起司有豐富的鈣質 小朋友絕對超愛 將兩片吐司合在一起 表面再稍微煎一下 讓焦香味更濃 也讓裡頭的起司融化 這樣整體的風味會更棒哦 你們看是不是超級無敵邪惡啊 起司放越多就可以拉越長哦 拉到都超過畫面了啦 趕快來個專業追焦吧 如果你們覺得還不夠 梅森再教你們2.0的版本 起司虎皮千絲法式吐司 呵呵 超饒舌的 將起司均勻的撒在煎鍋上 再將剛做好的吐司放上去 起司要煎到表面有點微微的焦 才比較好翻面哦 哇哦 你們看這個酥脆金黃的外皮 是不是又更滿足啦 材料表在影片的最後面 我是梅森 愛奇思的你 學會了嗎 掰掰